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 来到5月9日星期四 欢迎收听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 红艾尔 今早有关大证券国际证券策律师 伍里言Kenn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成Kenny 早上Irene 各位观众大家好 美股昨晚个别发展 最早业绩股 道指就是低开高收益 恒指连续两日回讨之后 夜期收市升至47点 低水37点 稍后都会问Kenny 如何看最新的股市况发展 究竟现在如何部署好 大家都要关注 因为个别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许可以在节目留言区 留言说下你的名字 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最新公布的企业业绩表现参加 今次美股星期三就个别发展 马市场亦注视联储局官员 说以寻求减息前景的线索 道指反复向上 纳指偏远 帮士等联储银行行长 就暗示 需要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 才能够压抑需求和通胀压力 马道指早段曾经跌69点 之后就反复向上 一度升210点 收市升172点 报39,056点 年升第六个交易日 纳指两年跌 早段曾经跌过8点 收市跌29点 报16,302点 标指未跌不够1点 收报5,187点 英特尔警告 美国最新对华为的出口管制 将会导致第二季收入低于预期 马就拖累股价跌超过2% 是表现最差的导致成份股 而美国拍卖10年期债券需求低迷 美债息升到4.49厘水平 美汇就靠稳 建105.6的水平 一元一度跌大约0.6% 看起来其他焦点美股 《问外电报》指 Tesla的自动驾驶系统被指 误度投资者和消费者 遭到美国司法部调查是否涉及欺诈 Tesla股价跌1.7% Google也跌大约1% 苹果和亚马逊靠稳 而电商平台Shopify上季意外亏损 股价大跌1.8% 而照车平台Uber的跪跡之后 股价跌了超过5% 看起来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马美团和阿里巴巴比港股 收市升0.6%至0.7% 阿里折算部76.67 京东升0.4% 腾讯和网易升0.1% 腾讯折算部361.64 汇丰控股ADR至算部70.98 比起本港收市价升1% 有方升0.7% 比亚迪就比起本港收市跌0.3% 接着看看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导致期货变得不算很大 39197点升2点 纳致期货偏远 至于看下亚太区股市 各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靠稳 约颈平均指数38257点升55点 升幅0.14% 蚊南韩市未升不够1点 澳纽股市跌幅0.4% 接着看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预视剩下港股的初段可能有机会靠稳 一刻是39点左右 我们先和Kenny谈谈外围的最新市况 看到美股早前调整过 近期又反弹上来 到此连升6天 就是今年来最长的升浪 科技股昨晚回转 当然市场仍然关注企业职 以及联储局的官员对利率前景的看法 其实最近的就业数据市场 其实是重演减息的希望 所以这个星期来 其实美股都还OK 究竟市场怎样看 有花旗的策略员说 资金流显示 投资者似乎对进一步加码好仓 感到猶疑 风险偏好至轻微增加 现在观望下个星期 美国通胀数据出炉 另外高盛说到 认为美国企业今年计划回购 股份之中 大约六分之一 都是5月和6月执行的 将会为美股升市带来之潜 高盛看好今年下季的美股表现 Kenny 你有自己怎样看 美股好像转过头 已经又反弹上来了 究竟是会重拾之前的强势 还是都要审慎一点 现在对美股来说的策略应该是怎样呢 是 没错 我看到前段时间 美国三大指数出现了 一个比较显著小小的调整 但是近段时间又有点回稳的趋势 同时见到三大指数 特别是纳智 都在逼近在前段时间一些高位 反映着经历了调整之后 其实市场似乎的信心都仍然还在 特别在近段时间 一些企业职变化 相对都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之下 我想对于整体市场 都仍然有一个支持度 对于后市 我想相对比较关注点 大一点的会是美国一个利率政策的走向 我觉得在目前所看一些经济数据当中 我自己预计下半年 即美国的经济趋势 我自己相信 其实联储局的看法 亦是比较清晰的 只不过在清晰的路径之下 我觉得联储局的抉择 或者取捨 我觉得才是至关重要 因为现在如果以通胀水平来看 我自己相信 在近一年的时间 美国通胀 出现了一个逐步回落的局面 但是近期一些通胀 其实回落的幅度已经逐步放缓了 反映着 其实现在更加还强的通胀 最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住屋 第二个就是核心的服务消费 而这两个比较强一点的通胀 不肯回落 最主要是因为受到居民本身的消费支出 相对比较高所致 但是看回现在美国的劳动市场 相对比较强劲 譬如说 美国在就业人数的缺口方面 其实缺口仍然存在 既然有缺口的情况下 我自己相信 企业在请人过程当中 自不然会提升一个 即是人工价格去请人 便是令到企业 可支配的购买力相对比较强劲 所以我自己相信 往后通胀 虽然是继续有一个平稳回落的趋势 但是下降幅度 或速度就未必是特别快 所以如果纯粹是从一个CPI 或者通胀角度来看的话 我自己相信联储局 很逼切减息的需求 就真的未必会在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层面来看 越远从经济来看的话 始终美国现在经济 在GDP方面 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下行阶段 我想市场对于滞胀的忧虑 也是存在的 我想联储局也看到这一点 你说联储局担不担心呢? 我相信它也担心 反映着6月份 它减持美债的速度 其实已经大幅放缘了 所以我自己相信 往后联储局在货币政策的抉择 更加多是视乎 它更加重视一个CPI 还是会提早判断 经济会不会有机会 进入一个转育的迹象 所以我自己相信 往后下半年 联储局的货币政策 弹性相对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预期之下 我自己相信 对于美股市况 没有太大的基本面变动之下 我自己预计 可能往后 都仍有机会在一个高位陪回 但相比起一些亚大市场来说 始终美股累计升幅比较大 或者成熟市场累计升幅比较大 相比起比如好像港股 甚至乎A股 我自己相信下半年 可能在表现机会方面 美股有机会 就未必维持着 今年上半年 这么强劲的升势 不明白 听起来 是否港股的机遇 可能多些 转体一个港股上的表现 总结一下 再问Kenny 怎样看港股 我们现在最新的部署 可以怎样做 看到港股 因为之前也很强 连续两天 反而回吐了 昨天反复再跌了过8点 恒指组断层升了127点 高位见18606点 其后走势调头向下 全日跌了165点 收报18313点 成交压1286亿 方指跌1.3% 保3872点 ATM跌超过1-2% 商汤急跌超过1.4% 麦小米就逆市升超过6% 汇丰在随正前值升1% 内房股售额 雅居乐同合景泰富跌1.3-1.4% 车股为小米就跌2-6% 北水盘路方面 北水就再吸资17.9亿 但吸资额就有放缓的迹象 各股方面 见到资金主力买理想汽车 昨天就录得3.4亿的淨流入 中移动和中国神华 分别吸资2亿和9千万 淨流出股份就集中在权重股 麦汇丰和腾讯分别走资8.4亿和8亿1千万 美团亦走资4亿3千万 继续跟Kendy聊聊这个港股 连续2天 kindergarten 帐积高静 显示最近充的是11,8600最 Pan最为了 昨天还看来想试16,212 暂时还站得住 你怎么看港股 是否金转只是一个休息呢 是不是升浪未完呢 是否休息完后就可以再上升呢 如果是回调的话 我们看谁去判断升浪未完呢 我相信港股就是近日的高位整股 其实都是一个阶段性整股 往后来看我相信港股 都仍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向上空间 始终在过去年征10日过程当中 恒指已经连续累计了超过两千几点升幅 出现回吐也是相当正常 同时从近几日一个回吐幅度来看 总体上仍然表现出比较强势 我觉得往后究竟调整去到什么位置呢 其实我觉得恒指的演变方向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可能有机会比较快地下市250天线 目前大概就是17700点的位置 第二就是比较强势好像现在这样 一个缓步回落的过程 而等一些移动平均线 譬如10日线20天线上回来 从而对指数形成进一步的支持 虽然看到港股现在的回头幅度就不是特别多 但事实上在指数变动不是太大的时候 一些技术性原本超买的指标 其实现在部分已经是得到收服的了 包括刚才所说的一些移动平均线 有一个向上移的趋势 同时一些短线ISI的指标 亦都有一个缓步向下的趋势在 所以这个亦都是有利于港股后市会再准一步的反弹 同时从过去的升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 在过去10日的升市当中 有时北水的流入是对港股大力的比较大的支持 但就算A股在放假的时候缺乏北水支持的时候 港股仍然变出比较强劲的声势 这个就反映出 其实就算本地资金或者外资对于港股的看法 其实亦都是转趋乐观或者转趋积极的 所以往后我相信在资金流方面 有机会对市况都是大力准一步的帮助在此 同时过去亦有和大家分享过 虽然港股现在在低位已经累计 升了超过2,000多点 即是3,000多点最高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一个股息息率去计算的话 随着近几年国策 希望促进上市公司分同排息比例的上升 就算对应现在行资的股息息率 仍然是处于历来最吸引的一个水平在此 所以从一些大型机构或者一些 国际投资者来说 我相信港股目前水平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 特别相对现在外围市况相对比较高期 无论是美国甚至乎欧洲甚至乎是亚洲的日本 并国际投资者来说 感谢观看